第12的阵阶全舰队在直下互战八一大枪队的比赛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双方今天的第二次 叫点马龙对战还对八一的周海 第一场比赛天心队的雷冝 doc 第一比赛对战了八一的团阵队 They got my name, they got my name, they got my name i can't see my name i can't see my name 但是在八一队也就算是绝对的主力了 今天的这个比赛 如果说第一场 樊枕东击败刘定硕 那么在双方主教练的预案之下的话 那么第二场马龙就必须要取得胜利 对 马龙的发挥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对 可能对于那种年轻队员的那种经验 包括那种压力的那种讨厌 对于在龙队身上可能目前已经没有什么 只能说是自己的这种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 在临场发挥的怎么样 对 哦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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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人 马龙是连续的得分 你到了这场比赛明显就跟上一场又是一个对应的一个这种对比明显就是局面换过来了 这就是双方的球队当中啊都有明星级的球员坐镇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绝对主力和主力还是有区别的 对 像马龙啊梵振宗啊这都是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球员了 对这个球啊周凯处理的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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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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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开始回球出阵 再给一分 巴龙 巴龙 还是这种相持阶段 都是这种比较实力型的选手 在这种相识阶段 你看这场明显马龙的这种控制力 就会比刘东说要强一些 这种多回合的这种 它就明显能控制住场上的这种节奏 就是你对手 你什么时候这个球是如何发力 下一个球如何借力 都是在他控制範围以内的 这个确实就是能力经验 这种综合的这种能力 把龙 把龙 迅速的 比分差距就被拉开 9比3 接发球 发球就得了一分 10比3 龙队打比赛是真痛快 对 非常轻松 10比3 这整个目前为止 比赛的行进过程呢 确实是按着按 咱们这个所谓的预案走的 对 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双打 很关键 我们这个赛季 好像一整比赛强调最多的 就是双打如何如何 对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呢 因为双打使劲 还是咱们天津队的一个 不太远定的 对 这个因素吧 小哥俩打得好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这个状态不能够 每一轮都延续下去 对 下去吧 这个时候周凯也是在犯了一个和上一场刘定书的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直看似他人站得很定 但是其实他出手明显能感觉到非常不果断 还是有些保守没有完全放开 你让马龙去主动的加厉 主动的跑起来去进攻 那你肯定会很被动 对 你看这个接发球就感觉到有些发虚 对 这个就是你经验是一方面 实力是一方面 然后经验又是一方面 你看樊仁东刚才其实虽然打得很漂亮 技术能力质量都很高 但是你感觉他们比赛当中回合是很精彩 但是樊仁东也打得很累 虽然赢下了比赛 但是也是复输了很累 但是马龙现在目前看 包括这局的开局 其实赢得非常轻松 可能东赢一个西赢一个 一会儿11分就到了 所以我想看看队特决心头的时候 龙队出汉了 刘定硕 小刘大比赛的时候 汉竹是滴滴答答往下躺 对 你看龙队好像这个 现在他这个一局03分的比赛 似乎还没有他跟周凯两个人在比赛开始之前 那种就是热身的时候付出的体力大 对 这个行为处理好 控制的无畏书 好像这种球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激烈精彩 但其实确实这种比赛 他确实就在马龙的控制范围以内的 所有的回球 这是周凯的一个在比赛中的主动的球变 突然加厉了 对 还是要循述机会去主动的去进攻才有机会 就是所有的选手在面对着马龙的时候 都是处在一个拼的位置 对 那么既然承认实力不如马龙的话 那么在比赛中必须要在战术上大打运行 常规的这种对拉肚攻 你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话 就在战术上下一些苦攻 周凯再得一分 3比5 这是周凯的发球 球 对 他也在主动让自己发动起来 让自己首先去这种高质量的进攻 然后看到王涛知道也是来了 秦子来了现场 对 我记得当年我还小的时候 看王涛 王涛那时候他打比赛 我记得王涛 当然他在乒乓球园里面体型算是比较胖的 对 往台中间一站 左右脚立地升根 就看对手是左右两侧飞奔飞跑 对 这就是季男所说的在场上 充分地利用手腕的变化调度起来 对 这就是还聪明了一个 但是我感觉刚刚镜头给过说王涛瘦了不少 这就是世界级的这种推荐 有的球还有轻微的这种擦网擦边盖这种球 你看擦网 你多低啊 每个球都是贴着往边过来 对 这种连续穿越这种能力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这种身体的腿部力量 腰部力量 始终在保持一种高强动的压力下 对 去回球 确实是这种身体的能力也非常强 要不然你说练乒乓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啊 精雕细琢 我相信这个 像季男你练乒乓球的时候保持一个动作 挥拍可能做了不下几千几万次 还要多很多应该 应该多很多对吗 就是在你还小的时候 甚至你可能只是挥拍 根本就没有球 就是保持一个动作 对 就要求你从你的这个脚 膝关节 髋关节 包括你的这个腰身啊 肩膀都要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比例上 对 因为小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别的这些综合因素 就需要去让你一天一天的去磨练这种基本功 到大一些了 水平变起来了 才会有这些综合的这些能力的提高 所以说这个乒乓球 中国人大半段玩了 看专门专业就看重做 一下就能看出来 练没练过球 聊着天的时候 龙队又是比较轻松的11比4 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 一局三一局四 其实看着刚才已经追到5比4了 已经马上咬住接近比分了 很快的一个马龙的自己的一个变化 马上迅速拿开比分 这就是世界最顶级的这种老将的这种经验 这种选手 他在你对手还没要缓过劲来 还没醒过分来这种状态下 迅速的得分 当你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 比赛就已经胜利了 虽然这个马龙对周凯这前两局的走势 跟这个刘静说和樊振东 非常的相似 虽然我们这个从观众也好啊 这个球迷的角度 可能希望这个龙周凯也会出现一些这种反击 爆发反击 能让比赛带来更大的观赏性和激烈性 但是我觉得作为 就是竞技体育来讲啊 对 但是作为也是这队员出身 包括作为我们天津队的我也算是一员吧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 让龙队省点体力 还有第四场的这种大战 没错 我刚才说的是 0比3比这个3比1 至少让龙队能少费点力气 对 毕竟啊 这个第四场的比拼呢 是马龙对战樊振东 对 不可小觑的樊小胖 在课场的时候 咱们马龙输球了 这个给咱们龙队也提个醒 并且这个双方的主教练都预计到了 比赛可能会很持续的发展 所以你看刘丁树 程敬奇 对战周与周凯 就是双方的男单的一号选手 都不用去打这个双打的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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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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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 马龙 11比6 马龙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11比6 顺利的3比0的比分 取得了胜利 现在双方的大比分 其实是一比一平 鼓动稍后将是双方的比赛 下面有请我们的乒乓宝贝出场 为我们全界俱乐部 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业 同心共筑 健康中国 完美